不要啊 好多衛生紙喔 走開啦 從沒做過那樣的噩夢呢 其實 我現在蠻需要衛生紙的 去死吧殭屍去死吧 Kevin在裡面嗎 要很久嗎Kevin 我很快就出來了 Kevin快點啦 我說了就一分鐘 我真的憋不住了 你怎麼那麼久 我的天哪 是有東西死在這裡了嗎 我的金油 快來救救我吧 好多了 如果這裡聞起來都像這樣就好了 也許可以的喔 只要幾滴就可以用很久的啦 這樣應該OK了 快叫我浴室天才吧 現在輪到我啦 只不過我的聞起來像一片草原 現在好多啦 我從來沒有這麼放鬆過 要捲Lana這麼長的頭髮 需要很多時間和材料 好 好啦 OK 差不多完成了一半了 明天我的頭髮肯定會超可愛的 我轉 好了 嘿 剩下的去哪兒啦 我還有一半的頭髮要捲耶 我不能這樣就不捲了吧 也許這下面還有東西 不 這些不行啦 那這裡呢 只有一堆衛生紙 其實可能會有用喔 這些應該可以用來旋轉航彎區吧 拿幾片 然後捲起來 記得先弄濕頭髮 然後把髮術用紙捲起來 就像普通的捲髮夾一樣 不過注意不要把紙弄破了 捲上去後 轉一轉把它綁好 好像可以呢Lana 現在再來一次 是 真希望這技巧能行得通 只有明天早上才會知道啦 不過到目前為止看起來還蠻有希望的 早上見啦我的捲髮 已經到早上了嗎 啊 試試後看看是否有效啦 我等不及了啦 他們沒有亂動呢 很好 現在見證奇蹟的時刻 快看 捲得非常完美呢 看看這彈性 就這樣 我又長又沒的捲髮就做好啦 而且全是用舊衛生紙做出來的 星期五晚上最讚了 尤其是漢堡之夜 哇說話不要噴東西啦Kevin 你漢堡也吃得太快了吧 喔 那是你的肚子在叫嘛 我最好先去洗手間 那個漢堡直接穿過了我的肚子呢 哇 Kevin被飛箭了呢 沒人想遇到那樣的情況 為了防止飛箭 可以試試這個小技巧 只需要一張衛生紙 即可防止飛箭 現在好多啦 啊 舒爽多了 啊 她是誰 不好了 不要啊 這情況太糟糕了吧 嘿 小貓咪 你在想什麼呢 我到底可以用什麼呢 但是這些毛巾真的很漂亮耶 不敢相信我居然真要這樣做 不行 我實在不忍心 不過 來看看吧 像這樣把毛巾剪成條狀 在毛巾條邊緣塗上熱膠 然後中間也塗上一道 還有另一邊也是 把兩條毛巾疊在一起平放 等膠水乾了後 在毛巾條間插入細繩 並在一端打好結 現在把它掛起來 這樣就不會出現用完衛生紙的情況了 你甚至還可以在上面放一個喔 這個點子真是太天才了 有時候大自然本能總在追招時發生 比如在做功課的時候 哇 可以再忍忍 不 忍不了了 好險 啊 完成 這肯定是需要一些的啦 Kevin 別太用力了 蛤 去哪了呢 最討厭這種狀況了 現在我該怎麼辦 嘿 嘿 這隻筆可以幫到我耶 快想想Kevin 快想想 可以暫時用它來支撐 吃得非常合適 你看 甚至可以滾動呢 有了它 你就可以 你知道的啦 啊 口氣清新美妙 啊 口氣清新美妙 啊 口氣清新美妙 啊 不要啊 喵喵 喵喵 你為什麼要這麼 又要我來收爛攤子嗎 你真是隻壞貓咪 這個已經毀了啦 也不能怎麼辦對吧 不過 也許還有補救的機會 我可能有一個完美的點子呢 把髮再滑到上面去 現在喵喵就沒有辦法把它拉下去啦 耶 成功 太讚了 五位面試買了一件新外套 但這件襯衫不太合適 我知道了 完全找不到領帶呢 啊哈 完美 來吧 我只要一條啦 不過算了啦 我真的應該把它們掛起來 天啊 這裡真是一團糟 放在這OK嗎 看來不行 隨便啦 還是需要把它們放在哪吧 進去裡面吧 Kevin 你在做什麼啦 哇 你怎麼這麼暴力啦 你不能那樣對待衣物喔 你扔東西也沒有用啊 不過這確實給了我一個絕妙的點子 首先你需要一個衣架 然後是衛生紙或紙巾卷 貼成小環 那其中一個在上面塗上一團熱膠 然後把它捏到衣架的底部 繼續 很快你就會排出一個圖案 等它們乾了就可以啦 讓開新衣架來囉 而且它承托力很好呢 嗯 收納的感覺真好 而且我看起來也很不錯喔 你覺得自己變身為衛生紙天才了嗎 把這些技巧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吧 對了不要忘了訂閱我們123GO的YouTube頻道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各種超實用的影片囉 再見囉